關於這次鄭文燦涉態案 送錢的人直達天丁 直接找上總統府 而且一路交辦下來給行政員 這可能是常態嗎 連檢調查案都會碰壁 那當時為了保大哥鄭文燦 這個蔡英文英皇 是不是從中有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總統府看起來對於這個 廖董事長的信是很重視的 而且呢 還叫吳釗燮來回函 總統府秘書長 而且呢還說總統很重視 而且呢這個 還發下去給行政員給其他單位 我現在就問嘛 那總統府的回應是說 他們對一般民眾的陳情都是這樣 好不好我們試試看 你寫個陳情書到總統府 看總統府秘書長會不會這樣回答你 說你的意見 我們都交給這個相關單位了 而且總統非常重視 你看會不會 我才不相信呢 總統府每天接這個信 非常多民眾去的信 哪可能這樣處理啊 所以對這個廖董事長 那就是這個非常的重視了 果然這個含交下去以後 就一路 甚至下到桃園市政府 都辦了 就表示是有效啊 不要說總統下 總統府的含不重要 下級機關接到嚇死了 怎麼會不重要呢 當然重要 市長認為政委 現在應該要給其他嗎 這個我們今天尊重檢調和法院 前桃園市長 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 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法院裁定 500萬元交保後 鄭文燦已請辭海基會董事長一職 針對鄭文燦 涉貪一事 賴清德6日 在公開行程 回應媒體喊話時表示 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縱 不得不然 媒體人謝寒冰 7日在政論節目中表示 聽到賴清德 回應記者的時候 特別講了一句 不得不然 難道這件事情是他決定的 他不禁質疑 很明顯是賴清德出手 謝寒冰接著指出 賴清德若出手 直到鄭文燦為止嗎 恐怕未必 因為大家都知道 鄭文燦的後面是誰 所以 竟然對鄭文燦出手 那就要小心了 如果沒有幹得徹底 他要隨時擔心 英系反撲 甚至新潮流北流 某一些人也會反撲 謝寒冰更點出 在這種狀況下 賴清德 必須要去想到 後面的戰略是什麼 鄭文燦恐怕只是個開始 接下來 就看賴清德怎麼出招 搞不好連蔡英文也會有事 他認為 當初得罪賴清德 最深的就是蔡英文 把他壓制這麼多年 賴清德接下來 可能會出手很多次 這個鬥爭 恐怕沒這麼快結束 負責要納淵 你不如是 遺nam 寰寰寰寰寰寰 負責要納淵 負責要納淵 去運輸 薩負責要納淵 稍孔去運輸 負責要納淵 宍淵 我們的金幣 吃南 好 結果... 我中的出吧 是我的錯 пери… 又rs azt… 有信心自身清白嗎?會不會擔心被擠壓啊? 市長是不是市長有收到五百萬啊? 市長有受什麼委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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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回應嗎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灘 今天要再開雞壓廳 鄭文燦交保被撤銷 若縮壓確定將被民進黨停權三年 請問院長怎麼看 我們同時願意再度的重申 不論黨派 不論何人 只要涉及不法 都應該全面的爭辦 這個是政府基本的態度 所以檢調單位跟法院現在正在做最後的處理跟決定當中 我們盡待司法的釐清 也盡待司法的結果 至於其他的黨部有黨部的機制 我們也尊重 但是行政院應該向國人表示的是 我們希望在誤法誤眾的這個情況底下 整個這個檢調的進行跟法院的進行 能夠緊述的讓他做一個主意跟人民 做一個交代的一個過程 那麼讓司法事件能夠盡早的釐清 根據今天最新的報導 鄭文燦借貸500萬 作為他開脫弊案的藉口 顯現出三大疑點 首先該500萬的借據 是不是早就被當成安全法 隨時可以派上用場使用 而這難道是鄭文燦移收受匯款的常態嗎 第二 當時候如日中天的太子桃園市長鄭文燦 有什麼資金需求需要去借貸這500萬嗎 會不會太小看鄭文燦了 第三 報導稱鄭文燦沒有打開黑袋子查看 也不知序項實在是有違常理 鄭文燦作為一個嫌疑人 在外面任何一分鐘都有可能 有串供的可能性 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中必須更加謹慎 我想問一下是會覺得法官這邊有重放的疑慮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案件是送錢的收押 收錢的重放 這是大家看到的嘛 怎麼會行慧的人他收押了 收匯的人卻可以重放 這是跟外界所有民眾感受到的 實際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大家會覺得說有重放的嫌疑嗎 那我們看到整體的這個司法的判決 這個法官我在早上揭露了 這個法官過去他的父親是鄭文燦擔任行政院的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發言人 這時候新聞局的局長對不對 我們看到這個法官過去他的父親 就是鄭文燦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時候的正峰市的主任 結果鄭文燦一選上桃園市長又嚴懶他 作為正峰處的處長一路到借鈴退休 如果有這層疑慮為什麼桃園地院他不去迴避 他不避嫌呢 我們對於桃園地院和桃園地檢署的這個法律的見解都沒有問題 要依法適用我們都尊重這樣的決定 可是如果有這一層的關係 自己法官不去避嫌到最後又讓民眾覺得 送錢的收押 收錢的人去重放的話 那當然會有這層質疑 所以我覺得桃園地院他要想清楚 如果突留這個質疑給外界的感受 基本上就讓這個大家對司法的信任再蒙上一層陰影 會覺得這個法官會受到他父親的一些影響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桃園地院的法官 他自己這個引述法條來做這個整個生涯庭的判決 我覺得尊重這個法律的流程 可是外界真的會質疑 因為他的父親過去擔任從鄭文燦行政院的這種新聞局局長 一路跟隨他等於是跟他幾乎是最久的部署之一 所以這層關係會讓人家覺得你為什麼不避嫌呢 這個地方法院說輪職法官剛好輪到這位法官 可是如果有這層疑慮的話也是可以申請避嫌啊 這應該這個社會高度矚目的案件 自己應該是做迴避才是比較好的做法